把两个规格相同 但大小不一的气球通过管道相连 如果此时把夹子松开 两个气球会变成什么样 原以为结果肯定是 大气球会给小气球充气 但下一秒现实就给我上了一课 可以看到当夹子被移开的瞬间 小气球就毫不犹豫的 为大气球奉献了一切 这究竟是什么原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吹气球时 往往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最难吹 等气球变大一点后 就容易多了 这正是因为气球是弹性材质 它的弹力与材料厚度有关 所以不难理解 为何两个气球在接通后 是小的给大的充气了 小气球的表皮比较厚 这代表了其收缩力会更大 那么它的内部压力也会比大气球高 所以在两者连通后 小气球就会把气体压过去 但如果让大气球达到了弹力极限 这时再让两者相连 那么就可能出现 大气球给小气球充气的画面了 有趣的是 这个问题用数学计算 也能排除错误选项 国外一个老师就把气球 变成理想化模型 根据画面中的两种假设 对气球的表面积进行计算 最初两个气球是一升和三升的 此时表面积总和为 1489平方厘米 如果是大气球给小气球充气 那么得到的两个气球表面积之和为 1536平方厘米超出了原本的范围 反之小气球给大气球充气 变成零升和四升后 表面积之和就降为1219平方厘米 所以这个看似违反直觉的实验 用数学和物理都能得到答案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舍弃弹性材料 再做同样的实验 又会得到什么结果 用没有弹性的肥皂泡来测试 可以看到 依旧是小肥皂泡给大肥皂泡充气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的方向与液体表层相切 区率半径越小 代表其弯曲的程度就越大 进而表面张力就会更大 那么小肥皂泡的内部压强 就会比大肥皂泡高 所以两者被连通后 小肥皂泡就像气球一样 把气体压向大肥皂泡 同样的原理还能解释 过热水报废的现象 眼前这杯看似平静的水 只是往里面放一勺咖啡粉 水就会立即报废 冒出大量的泡沫 水在沸腾时会产生大量气泡 但如果液体到沸点后 产生的气泡非常小 不足以沸腾 那么水温就会继续上升 成为过热水 之前有提到过 气泡越小 内部压强就会越大 所以这时 像过热水中加入其他物质 这些高压气泡就会被释放 进而发生报废的现象 总裂用小型的密途 浅《热水中》 约2 放火 谢谢观看